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321天 信仰生活面面观 基督徒的生活是多面的 我发现我们总会在同一时刻 经历好几种截然相反的境遇 在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将看到基督徒生活的五个方面 诗篇127篇 1到5节 第一 信靠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自给自足 自食其力 而是因着信来倚靠神 信靠会带来平安和歇息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没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于果曾说 若你做完了一天的工作 就踏踏实实回去睡觉吧 因为神时刻都醒着 基督徒很容易被家人 事工 以及自己的计划产类 本诗篇提醒我们 神是最终的主宰者 你要依靠他 这条真理不仅带来安慰 也是挑战 你是否把手上的每件事情都交给神了 你有没有在独自劳苦 枉然劳力 神希望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靠他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付出具有长久价值 就一定要与主同工 否则一切都将是枉然 把你的孩子也交托在主的手中 孩子是神的赐福 你要信靠神 他会时刻保守 看顾你的孩子 主啊 我把我的生活 家庭 教会 以及我所做的所有事 都交托在你手上 我信靠你 新月圣经 雅各书 一章 一到二十七节 第二 试炼 普天下的基督徒都会经历一件事 这就是百般的试炼 雅各书是使徒雅各写给分散在各地的十二支派的 雅各说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这恐怕是新月中最奇怪的经文了 因为它与世人的信条完全相反 雅各说 能够在试炼中喜乐的原因 是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如同兰斯华生所说 每一场暴风雨都是一次洗礼 每一次试炼都是一场考试 每一种经历都将变成知识 每一个挑战都是你的机会 乔伊兹麦尔也说 我终于明白 神不会按照我的方式做事 他在我生命中放置各式各样的人和环境 有时我真的忍受不下去 想要放弃 但神不想听我争辩 他期待的回应是 主 唯愿你的旨意成全 面对各样试炼 你需要智慧 正如尤金彼得森所说 智慧并非学习知识 虽然这是智慧的一部分 但从根本上说 智慧是把控生活的技巧 雅各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应对问题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从人的角度入手 另一种是祈求神赐下智慧 帮你解决问题 雅各还谈到信心的试炼 他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雅各表明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巨大的试炼 若你挺过试炼 就能得到生命的冠冕 这是神承诺赐给那爱他之人的礼物 主啊 无论是做决定 还是面对试炼 请赐予我智慧 第三 诱惑 莎士比亚写道 诱惑就是站在我手肘边的老朋友 有人曾说 机会可能只敲一次门 但诱惑就靠在门铃前 诱惑就是想去做不对的事 诱惑本身不是罪 它是征战来临前的号角 诱惑从何处而来 当然不是从神而来 雅各说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诱惑来自魔鬼 亚当和夏娃被蛇诱惑 约伯被撒旦攻击 耶稣也曾被魔鬼诱惑 但是 让魔鬼得逞的根本原因 是个人的邪恶欲望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罪永远都在说谎 雅各写道 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被蒙蔽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婴儿 当你一心想得到错误的东西时 你已经被蒙蔽了 伊甸园的悲剧始于亚当和夏娃 认为他们必须亲口品尝善恶的不同滋味 但神只希望你经历美善的事 每当你克服做错事的欲望 并做出正确选择时 你就像成熟力量和智慧又迈进了一步 主啊 感谢你 所有美好纯全的礼物都是从你而来 请帮助我分辨谎言 逃离想要尝试错误东西的欲望 第四 舌头 舌头是检验一个人品德的指标之一 雅各对舌头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你要勒住舌头 控制嘴巴 雅各写道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神的话有使人更新的力量 但从听见神的话到遵行他的话 并在生命中结出果实 是一个过程 需要时间 与其夸夸其谈 不如认真聆听神的话 并弃坏习惯 但仅聆听还不够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是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行 就必得福 这包括照顾孤儿寡妇 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界的污秽 主啊 请在今天帮我勒住舌头 帮我认真聆听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旧约圣经 以西节书 三十二章第一节到三十三章二十节 第五 转离 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转离或转回这个词 在以西节书三十三章中 至少出现了七次 神让以西节做一个守望者 要他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 以西节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如果神命令你去传讲他的信息 你无需为最终的结果负责 以西节要做的就是宣告神的警告 假如人们不听从他 神也不会追究以西节的责任 对于还没有跟随耶稣的家人和朋友 包括启发课程的来宾们 这段经文是严肃的警告 你的责任是爱他们 鼓励他们 给他们听到福音的机会 但这些人若执意拒绝 你也无需背负他们 不听从福音的后果 尽管这令人沮丧 但神不会追究你的责任 神要以西节传递的信息是 如果一人离弃正路开始行恶 那他之前所行的义也不能救他 但无论恶人如何败坏 只要他们转离邪恶归向主 他们将被赦免 神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 你们转回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神希望每个人都能转离罪恶 还人的档头和所抢夺的 遵行生命的律例 不作罪孽 恶人转离他的恶 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就必因此存活 主啊 请帮助我转离罪恶 享受生活 并看到其他人 无论他们来自启发课程 我们的教会 还是世界其他地方 都能找到永生的道路 愿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转向你 享受真正的生命 佩博的补充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据说 人一旦吸入污染物 要经过两个星期 才能将其排除体外 让鼠灵的肺保持清洁 岂不更重要吗 这并不是说 你不能在空气污浊的地方工作 但你确实要小心污染物 不要被它们毒害 我们需要多多呼吸 属灵的新鲜空气 今日金句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雅各书一章第五节